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原来医生发现它的血细胞减少 想通过骨髓穿刺寻找原因 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骨髓穿刺术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骨髓是存在于肠骨 比如公骨和骨骨 骨髓腔 以及扁平骨 例如我们的胸骨和肋骨 和一些不规则的骨 比如卡骨和脊柱骨等的松脂骨肩网肩中一种海绵状的组织 它也是最主要的造血器官 产生红细胞 粒细胞 单核细胞 淋巴细胞和血小板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造血细胞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 那么骨髓穿刺术数其实是我们采取骨髓液的一种常用的诊断技术 可以用来协助临床诊断 分期 观察疗效 判断预后 那么它的适应征包括哪些呢 比如各类血液病的诊断和全身肿瘤性疾病是否有骨髓侵犯或转移 以及通过分析骨髓增生的长度来助于判断血液系统疾病 那么另外原因不明的 比如说甘脾淋巴结肿大 这些发热原因不明的患者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技术来进行判断 某些传染病或寄生虫病需要骨髓细菌培养或者图片寻找病原体 比如伤害感菌的骨髓培养 及骨髓图片寻找念原虫 此外 诊断某些带性性的疾病 比如Gotter病 只有通过骨髓才能搞到Gotter细胞 最后才能确诊 另外 需要观察血液病及其他骨髓侵犯疾病的治疗反应和判断预后 或者需要骨髓移植时采用足量的骨髓 这个时候呢 都需要采用骨髓穿刺术 那么除了适应征 我们还需要掌握骨髓穿刺的禁忌征 这些也是非常的重要 比如 血有病及其有严重凝血障碍的功能者 第二呢 穿刺部位皮肤有感染的 第三 极度衰弱 躁动 不能耐受 不配合者 那么上述这些患者是不易进行骨髓穿刺术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骨髓穿刺术有哪些并发症 以及该如何处置 首先介绍的并发症是局部皮肤出血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对于出血部位 人工压迫即可控制出血 但是对一些血小板减少的患者 可在操作后应于相关的部位进行一个加压包扎 如果继续出血 或者是说患者的血小板严重减少 以及血小板功能异常的患者呢 我们还要需要输住血小板 其次会出现感染 那么我们对症治疗 抗感染治疗 就可以免除这个的并发症 骨髓穿刺术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并发症 是穿刺针被折断在骨内 一旦出现 应尝试用止血前取出真体的远端侧 如果取针失败 应请外科医生会诊 此外 骨髓穿刺 还有穿透胸骨内侧骨板 损伤到胸骨后的大血管或者心脏的风险 虽然这都比较罕见 但是却非常危险 如果一旦出现 应该立即停止操作 请外科会诊 当然 为了预防发生 对于幼儿不得实施胸骨穿刺 也禁止在胸骨部位进行骨髓活检 特别是初次操作者最好不要先从胸骨穿刺开始 那么胸骨穿刺时固定穿刺增长 应该在距针间的一厘米处缓慢 穿刺动作要轻柔 在骨髓穿刺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 每个穿刺的患者 他的穿刺目的和病人的原发病 及疾病目的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在初次诊断 急性白血症处次进行骨髓活检的时候 要明确他的诊断及分形 那么首次化疗期间 要复查骨髓目的是了解增生的情况 以及白血病细胞的杀伤情况 在缓解期进行复查骨髓的目的 是了解骨髓是否持续缓解 白血病细胞残留的情况 以及增生的情况 因此 穿刺前必须和患者要进行充分的沟通 以及让他了解基本的情况 在骨髓穿住处时 我们需要在骨髓液中抽起后 立即图片以免凝固 根据具体疾病 掌握图片的厚度 一般因薄而均匀 比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 他的图片可以适当的厚一点点 推片和拨片的角度 大概是30到45度 一个合格规范的骨髓片要求 达到有头、体、尾三部分 乘以蝎型或蛇型的形态 那么接下来 我将分享几个临床情景 以便同学们进一步熟悉 骨髓参次数相关临床场景的处置思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情景一 患者女19岁 发现双下肢出血点5天 查体我们可以见到它的双下肢 可见散在的出血点 它的血长规提示血小板减少 考虑ITP可能性比较大 首选的是骨髓穿刺术 需要注意的是 穿刺前一定要复查凝血功能 临床的场景2 这是一位50岁的女性 有发热、贫血症状 检查提示三细减少 考虑再胀的可能性比较大 而患者首次图片 发现增生减低 未见聚合细胞 图片的效果也不佳 那么我们需要考虑 换部位进行骨髓穿刺 以及活检 患者在第一次 卡后行骨髓穿刺术后 下一次可选卡前上脊 作为穿刺点 最后拓展知识呢 向大家介绍一些 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的移植 那么干细胞是骨髓大量生成 其中少量的干细胞是被释放到血液当中 这就是外周血干细胞 我们又称之为PBSC 在传统骨髓移植采用的抽取供者 骨髓液的方式获取干细胞 而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 可以通过使用药物重组人力细胞 及弱刺激因子 增加释放到血液当中的干细胞数量 从而有可能直接从血液仓中 采取到干细胞移植所需要的足量干细胞 经过处理后 再输给需要的患者 好了 本节课内容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